灵溪小学校长第一次要在校园里举办与佛典礼 请来慈祭志工帮忙 全校师生和家长400人一同感念佛恩 我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我能够软化我们老师的心 软化孩子的心 从而软化我们家长的心 希望能够把这间学校塑造成一个 非常非常有人文的整个校园 谢亲恩也谢施恩 志工安排孩子们向长辈奉茶 不少家长感触深刻 本身就没有进茶给自己的父母亲 没有帮父母亲这个叩头 所以在这里也是给我们一个启发 回去要好好做一个好孩子 孝顺的孩子 以后我有机会的话 我也想进茶给我的父母 然后我也希望我的下一代 也是延续下去这种精神 而在高屋联络点 今年则是分开两个场地玉佛 我的学生都是这里的志工 所以我就受感染了 所以今天我就来到这里帮忙 仪立会所年初刚启用 透过这个机会 邀约更多民众认识此祭 节 花 香 玉佛之后还有孝亲活动 感动与泪水交织 所以讲那一刻我知道 我真的有错误的感觉 感觉自己有错误 我很感动 妈妈时常抱怨我 傍晚时分 另一场玉佛则在华林会所举行 志工特地邀了印度友族前来参与 三节合一 玉佛洗涤心灵 也让众人感受秦恩浩荡 大约新闻这是美之宫 马来西亚报道